詞曲 李宗盛 這次的作品《症候群》 我是分成兩個部分再去詮釋 紀錄片的話是在說 人與災難之間的關係 以及災難中不同的群體之間的 一些矛盾跟衝突 在2018年的時候 就是突如其來的地震 讓這支品開始產生的原因 起初是我的朋友 希望我去現場找他的父親 就是他的父親是搜救隊的隊員 因為在忙碌的過程中 可能露接到女兒的電話 所以女兒希望我去了解一下情況 看他的父親好不好 或者是希望他不要再 繼續在這麼危險的地方了 在新聞上看到的 或者是他們留下來的檔案 通常都是在說受難者罹難者 那其實很少人會去關注到之後呢 那災難發生後 或許我們的搜救人員的分配 或者是政府的一些配套措施 好像就沒有再持續進行了 那裝置的部分 我是做了非常多生活的用品 就例如說腳踏車啊衣服等等的 被掩埋在石堆底下 那也是抑制著這些人的生活 全部因為這場災難全部被覆蓋掉了 那在這些東西之中 穿插著非常多的紫荷 紫荷我讓他附上了一層水泥 那那個水泥其實是讓紫荷變得非常的沉重 也是說這些祝福對他們來說是很沉重的 但也因為這層水泥的關係 他們都非常的堅硬堅固 那我們可以反過來想 就是災難除了帶來了一些 我們的不便跟一些悲傷 那它又相對的留下了些什麼 我們是不是可以 因為這些災難的發生 那我們可以去得到一些東西 或者是去認知一些東西